1月30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据报道 美国与荷兰 日本达成一致限制向中方出口半导体相关的设备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私利 滥用出口管制 胁迫 又拉一些国家所见遏制中国的小圈子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 和国际经贸秩序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毛宁指出 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 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 国际上不乏担忧的声音 许多企业界的人士都表示 滥用出口管制将制造混乱 影响效率和创新 企图赌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赌死自己的路 毛宁称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我们也觉得有关方面 应当从自身的长远利益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 审慎行事